大家好,又是我們GameplayHK,繼續玩薩爾達傳說即夢島 今集一開始,休閒一點去釣魚 其實我們準備去打BOSS 因為為什麼要釣魚呢?我就發現到 左下角隱約 左下角隱約有一件東西,有鞋子在這裡,其實可以釣魚上來 再弄遠一點 最低那邊 不過我覺得最好釣幾條魚,才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魚碰到我們的鞋子,釣魚會掉下來 就在這裡 我努力釣魚上來 好,完成 這東西有什麼用 妖精瓶子,可以放妖精嗎 大家記得是妖精用來補血嗎 準備好了,我們先去打BOSS 又說一次,這種地下迷宮玩法其實以前的遊戲很流行 但是我們拍片盡量流暢一點 我應該當中遇到一些比較麻煩的解謎 可能會剪掉它 讓大家看得開心一點 好像現在這樣,我們又要繞一個大圈才可以進入BOSS的房間 好了,要跳過去 開心 出發 不知道這次有多困難 不過我已經知道,其實我們是要扔門口 開始都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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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彈的樣子嗎 看來打光,這個地板會有多一些秘密給我們 我們先把全部打光 好像撞到我 真的 是不是鎖匙?馬上來 好了,這麼快有一條 應該是準備要打光 好嗎? 好 好 現在沒有要打光 紅色才可以拿到一些秘密的東西 不掉東西,不掉東西,待會有機會再打紅色的東西 藍色磚,要找個開關 可以推嗎?沒意思,算了 哇,四道門都鎖了,有一條蛇 先走左邊 其實這個地下迷宮有很多蛇要拿,一來已經有四道門鎖了 新東西,新東西,飛鏢 忍姐 想想怎樣打,飛鏢 信義 哇 我出去買多些炸彈就可以攻擊他們 他們是需要炸兩次,這個可以在下面炸 哎呀,有青豆? 會不會炸到他上街 哇,鎖 是不是有鎖匙? 還有一些門是鎖住了 好,出去開門 這麼辛苦打電腦出來,我們去上面 哇,這個要擋住 亂劍 哎呀 好 貓頭應該要找一個咀嘴去跟他聊天 應該不是聊天,是拿情報 樓下的門都可以開了 剛才有些位置是鎖住了,我想打了他之後就可以解鎖 有了 會不會有很多怪呢 喂,是輸送帶 回轉壽司 可不可以先做個炸彈壽司給他吃了 喂 都叫有用 起碼不用先浪費了一個 其實跳就快很多 其實 不要理他了,閃了 有這樣的地板,要我打光青豆 看看,捐了上來之後就在這一層一樓的都是 先打光 是不是每隻隻都有 又不是 好 好 不算有什麼解謎,都是打光螺絲 上去看看有什麼好東西 有兩隻骷髏骨頭 我看到左邊有很多 毀了鎖匙鎖開 我看到鎖匙鎖開了 我看到鎖匙鎖開了 我看到鎖匙鎖開了,很久都在儲存 我現在只有一條 有些紅色怪 打完應該再開門 我看到鎖匙鎖開了 嘩 終於有些恐怖東西了 喂 哎呀 打不到,是硬磋的 她他們好像是慢的 我印牠們咬自己,咬不咬到 咬到屎嫂不咬 終於找到怎樣打牠們的方法,就是讓牠們吃炸彈 應該下來,對了,讓牠們吃 開餐了 之前我還有一個可以捉妖精 這隻可以完全保滿心心的道具 還有一隻鐵甲蟲 就這樣對著牠的口放牠也會捉妖精 這個不捉妖精 好,死角 吃吧 轉角位置放一顆,讓牠們慢慢捉妖精 不是這麼囂張吧? 師傅 正好,直線就算了 還有多一隻先章,可不可以再捉? 可不可以試一試 那隻不見了? 不可以捉兩隻嗎? 算了 好,再探險 去右邊 這個 又這樣推一推就可以拿到寶箱 試一試 有鞋了,可以充製了 試一試 試一試 之前開了幾個機關 我還沒有回來拿這個寶箱 會不會是屍尼呢? 不是 蛇仔罪 位置就是這個箱 立刻訪問一下鳥 問完即逃,不打野 要飛起嗎? 很懷疑是不是衝刺再跳呢? 可以跳遠一點的意思 很麻煩,輸送帶再加上那隻古怪鳥 還有這麼多青豆 拿來加弓 去死吧 厲害 但不能讓它掉下去 要衝過去撿 補給炸彈 好,閃了 回到上面的位置 又再拿一條絲 在進口的右邊有一個古怪的地方,我們先衝過去 不如吹走了 再來 鎖匙又是 我們第三條 有三條絲都不夠,應該要四條絲才可以開到這裡 在上面有什麼景況 算了,留下一條 然後剩下兩個鎖,我待會再找鎖匙 這裡還有些地方其實還沒走過 這隻貓頭鷹可以去問問 探怪牆耳劍擊之 聽回響 分辨期二 剛剛過了8月15個差燈迷 好,上上面 這些可不可以不來 要打完才可以開門 計時炸彈 打到它幾天才走 再來 不可以怕它 好了 又會有一個傷害的鎖匙 就好了 指南針 我發現這裡有點古怪 看到樓下的牆耳墊裂和地板不同色 我懷疑 其實我剛才的 Lato鷹給我這個提示 是不是牆耳是古怪 其實我把炸彈放在牆耳墊裂 應該就可以在這裡開門過去這間房間 但是他問什麼 劍輝的牆耳墊有回音 你不要明白 不要緊 好了,我們再下去 可否就狂跳地飛過去 我最討厭打炸彈怪 他們發瘋了 有隻妖精 這樣就齊事了 感覺好像小時候捉昆蟲 拿鞋捉住 讓我養大你 死了 開了這兩個,應該差不多打大佬 但其實打大佬還有一條大佬的BOSS訪問士 超大的障礙物 這裡這麼遠,不如衝刺過去再跳 太好了可以補血 而且我要打死這三隻東西才可以開門 好了 大佬的房間 怎麼搞的 沒事 其實地圖上還有一些寶箱,我想辦法去開其他房間才可以 剛才那隻鳥就說什麼用劍擊枝 什麼牆壁有古怪的,我懷疑就是這裡 因為地板是整個箭咀 看看是不是 就是這個洞,浪費了這麼多時間 可以到下面那一格 大家認住這隻貓頭鷹 這個石像,玩的時候就不需要走這麼多冤枉路 現在 這麼大的洞是不是可以跳到,衝刺跳過去 其實這裡還有一個獵房 不要搞不懂,先衝過去 兩格洞就行了 是不是大佬時呢 很棒,終於開打大佬了 弄了這麼久 不好意思,遲到 希望不要生氣 我看到地上的影子在動,真的是天花板 不要撞牆 不要撞牆,傻的 嘩 嘩 傻的 有隻眼 巨巴泥怪 舉弱,舉弱,扮嘩 嘩,今天不行 糟了 是不是什麼amiba變形蟲 嘩,是不是打中間 你會打中間呢 嘗試一下,先刺他 死了 要分多少次才行 現在師傅不要炸我 嘩,震到 不分了 這樣還要 哎 我可以炸他嗎 試一下 炸他 然後引他過去 有另一隻 喂,不要 不行,炸他了 時機很難掌握 不如還是撞他 但是那些眼睛在下面 那我要在上面才行 我長期站在上面 這樣就可以打到他 只有一個弱點 哎呀,死了一隻 這隻就容易打很多 只剩一隻 就算不避他增下來 也沒事的 你看,我不避他 他不衝過來,這麼傻 嘩,先打死你 好,又拿到新的樂器 就算了 還多一格,深深容器 拿完就走了 這個是什麼 零零的東西是不是 名字叫海白俠 很喜歡 瀑布被藏在瀑布之中 搞定了 貓頭鷹來給指示了 應該還是恭喜我 我這個勇者是可以的 哎呀 我們以前的救慣公主 真的這些難題難不了 接下來要去沙漠 黑色怪物 有個提示就是沙漠區 我看那個狀況就是這裡 我之前四處走的時候發現這個地方是需要沖刺 才可以通過難題 進來又鋪床 看看我們到底可以拿到什麼 就是這些地方很麻煩 要沖過去 又很爽,可以沖之後 我先去沖了 終點錢不要了,趕快走 拿完東西 但是我是睡覺的,不要當我做夢 拿完東西真的有才行 這裡的箱 真棒 簡直是道墓 100元 上面這邊我看到有牙力 好,接著去左邊 我看到是樂器,會不會不需要打大佬已經拿到這麼棒 圖笛 這個笛應該有一個少女很喜歡 就送給我們的救命恩人 本來我打算以身上去的,但是我找到一個敵人你應該喜歡的 整支都給你了 好,我們學了一首歌 我可不可以回答 忘記了嗎 算了,不玩 可以多學幾首歌嗎 這樣 看來都是解謎用的 看看這支笛,剛才我看過 它不是那八個樂器之一 它是道具 總叫做跟救命恩人聊天 學習他的歌 還有打完大哥 我們下集就要去沙漠 看看這個迷宮會不會再難玩 下次見,謝謝,拜拜